關鍵的地方就不用太鑽你 反正就是這個像輸入10之後 我能夠輸出什麼 它的像是第一個一定是0 第二個一定是1 所以我們其實要思考就從第三開始 這些值要怎麼產生 那後面的值就是說 這兩個相加得到後面這個 所以0加1就是1 那1加1就是2 有沒有1加2就是3 這兩個相加就是後面的值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能夠做出類似的結果出來 而且要是在自定函數的前提下 當然你也可以分階段 你可以先不要自定函數 你可以先寫完 寫完之後再把它變成自定函數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是輸入10 它就要跑10個項目 如果輸入20 就要跑20個項目 OK 那不要沒事就給它輸入100萬 奇怪怎麼到下課還跑不完 因為它要一直計算一直計算 其實計算就是什麼 就是你要給它一個range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是一個range 有沒有range跑多少 反正就是從應該這個 這兩個一定是固定的 0跟1是固定的 從第三個開始到哪一個呢 比如說10的話 那就到11為止 就前一個range 然後讓它逐步輸出 那輸出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前兩個相加 所以你必須怎麼樣 先知道前兩個的range 你把它相加之後再存起來 那存的話可能就是中間要加空白 中間要加空白 所以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什麼 串串串串串完之後再一次輸出 會比較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怎麼樣 一邊丟 像剛剛也有同學 一邊做一邊丟 丟丟丟丟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這個思考 因為這種程式沒有標準答案 那你盡量可不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先寫 那也許可以分階段 你也許可以不用寫成置定函數 第二階段再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置定函數 其實如果你覺得寫置定函數比較困難的話 可以分階段寫 那這部分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這個叫廢式數列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分兩階段 比如說如果你實在是那個 置定函數 轉寫比較沒有那麼直接的話 你可以先寫成一般 我們之前寫的 你再把它轉到那個置定函數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讓它輸入 輸入一個number 有沒有假設輸入10 那它的初始值 N1一定 第一個值一定是0開始 它題目有講 第二個值一定是1開始 所以我們叫N2 那以後的話就是說 反正這兩個值就不斷在變換 這兩個值 就是把那個後面的 產生那個值 再把它丟進去就可以了 把它覆蓋 所以我們這邊怎麼跑呢 第一個 也許我先怎麼樣 先把0跟1 先中間抓到空白 把它怎麼樣 輸出 輸出之後放在哪裡呢 我放一個s的變數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s裡面 它預設就會先放0 空一個1 放在這裡 再來的話 後面我要把這兩個相加 再產生再一個值 然後呢 再兩個相加 再產生這兩個相加之後 再產生一個值 意思類推 所以我剛剛講的就是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從第三個 因為前兩個 前兩個已經產生 對 從第三個開始 從0 從第一個 第二個 從第三個開始 OK 然後呢 到哪一個呢 到number 比如說10 因為我要到10位 所以加1 11 其實就3到10 也就是幫我跑後面這幾個數字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把這兩個相加 0 加1 就等於是那個1 然後放在n3 n3裡面 再做什麼呢 把它串接 因為我必須什麼 串一個空白 再串那個什麼 n3裡面的值 因為它裡面放的是數字 所以一定要轉型 轉型丟給它 我們都串接了 加等於的話 就是s等於s加上 後面的東西 把它串在後面 穿在後面之後 還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 你如果剛剛已經 0 空一格 1 空一格 再一個1 然後再來的話 怎麼樣 因為我要在 這個本來是n1 n2 那現在的話 是n3 所以n3 基本上要變成什麼 n2 對不對 然後呢 原來的那個 那個n1 應該是原來的什麼 這個是 原來是n1 這個n2 這邊n3 那可是後面的話 我必須把這兩個相加 所以我的n2 n3的東西把它放進來 到n2 然後n2的東西再放到n1裡面去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可以把這個丟進來 這個也可以先丟 然後再把這個丟進來 這樣的話呢 變成說呢 這兩個 1跟2就是變成這兩個 再把這兩個相加 有沒有 再串到後面 以此類推 全部呢 就幫我跑總共3到後面 3到10 那幫我怎麼樣 全部串完之後 那我再一次怎麼樣 把這個s給全部串 再輸出 這樣就可以得到我要的答案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邏輯吧 只是說呢 你可能要把這個程式寫出來 可能要稍微再試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結果print出來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這樣執行的話 按確定之後 我輸入10 他知道我要跑10個 Enter OK 那理論上應該到34 沒錯 OK 跟那個提本裡面要的 應該是一樣的結果 OK 34 那如果我要跑20的話 我順便再試試 20 Enter OK 那他應該要到41 41 81 OK 應該沒錯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 當然我們還沒有做完 如果你這樣交的話 當然看起來跑是對的 可是最後沒有把它改成什麼define 實際上define的部分 自訂函數部分 其實是中間這一段 那你要怎麼樣 把它搬到上面去 所以你可以先打一個define OK 這邊的話打一個df 然後呢 就把它打一個compute 它這邊的話是要把它改成什麼 也許我們就 OK 然後一樣把這兩個 那必須要傳幾個因素給它呢 這邊的話呢 我們一樣 就傳幾個 跑幾次嘛 所以這邊一樣 我們就是一個number的詞 OK 把這個number的詞 它輸入的詞 帶過來 所以我把這一段的詞 把這個number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把它拖拉到這邊 然後記得按一個tape鍵 OK tape之後的話呢 然後我們就最後呢 記得把這結果的詞 什麼 return一下 return什麼呢 return它的s 那我將來要呼叫的話呢 直接從這邊呼叫 所以把這個compute 這個把它複製之後的話 那記得就是傳一個引述給它 那傳引述的話就是怎麼樣 把那個我們的這個number的詞有沒有 它輸入完之後的number丟給它 丟過去 它最後的話呢 就會return最後的結果 一樣跑到這邊來 OK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 假設你一次沒辦法完成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分兩階段 一階段是直接像我們前面做的 另外一個階段就是把中間的程式 拉到上面建一個那個制定函數 然後呢 再利用傳遞引述的方法 給它return回來 OK 那這部分的程式嘛 我雲端上有放 來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 雖然它那個叫 利用那個 它題目要我們做 是用那個所謂的廢式數列 不過你可以不用那麼理論 反正我們不是考數學 它主要是什麼 把前兩個數字相加的結果 等於第三個 前兩個就是加完之後 它後面的數字等於是前兩個數值 那它主要是要我們好幾個數列出去 那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分析 看起來 這個說法